美国全面封杀华为后 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多次公开表示 华为从未盗窃外国知识产权 不过 美国媒体随即发表常文称 华为的崛起之路围绕着一连串的技术窃取之一 《华尔街日报》5月28日的这篇文章中文版长达2万字 隶属多年来华为涉嫌的盗窃知识产权案件 包括华为连错别字一起抄袭的笨贼历史 早在2003年 全球通信设备制造商思科就曾控告华为 在路由器等产品的原始码上至少侵犯公司5项专利 思科在诉状中称 华为抄袭了思科的软件来制造网络中转设备 但由于连漏洞也一并抄袭了过去 为了解决漏洞 不得不推迟产品出货时间 甚至连手册中的错别字也原封不动地抄袭了过去 为此 思科高层曾到华为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总部 与任正非会谈 面对思科方出事的证据 任正非目无表情 只说了一句凑巧 报道提到的另一起诉案发生在2010年7月 任正非的亲戚潘少伟当时在摩托罗拉工作 他与两名同事曾在2003年一起前往北京 律德称 他们把所有资源都用在窃取技术上 先偷一块模板 然后带回去进行逆向工程操作 然而 华为不仅盗窃美国大公司的技术 它还自单个研发者手中直接抢夺 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中提到 葡萄牙人奥利维拉鲁伊在2014年5月亲自飞到德州华为办事处 向管理层展示他的手机镜头连接技术 并希望向华为授权该产品的生产 奥利维拉记得当时有两名华为高层细心聆听 之后告诉他以后再谈 但三年后 奥利维拉的一个朋友问他 为何华为正在出售他的摄像头 奥利维拉见到华为产品的照片后大吃一惊 因为甚至镜头周边的斜切边和圆角都和他的专利产品一模一样 奥利维拉说 我被抢了 以上还仅是这篇报道隶属的数案当中的一部分 就在这篇报道问世的前一天 任正非刚刚借彭博社的专访表示 华为没有窃取过美国的技术 甚至更有可能是美国来偷我们的技术差不多 因为我们目前是领先美国的 破据讽刺意味的是 任正非曾在二月对BBC表示 华为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要求华为设后门的指令 如果我们有任何这样的行为 我本人会关闭公司 结果一个多月后 英美网络科技杂志就分别报称 美国微软公司披露 发现华为笔记本电脑确实曾装有后门 如今任正非再度被打脸 有人调侃说 任总公然说谎 不愧是中共培养出来的干将 也有人说 美国全面封杀令 给了任正非证实华为技术领先于美国的机会 外界不妨等看 华为何时出品百分百自主开发的手机 以上新闻 由欧洲希望直升记者郑平报道